再來看的是這個金門牛椎爆飯A型的口提議 諾會下令禁止所有的肉品類 還有這個加工食品銷入台灣 也引爆了金門人不滿 昨天房檢局長是親自到了金門 親上火線來說明 知名們是不斷的怒吼 認為目前的防疫政策無限上綱 必須給他們一個交代 要維持 要工作 要工作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工作 高舉布條大聲吶喊抗議 金門牛爆發A型口提議 農委會宣布金門生產的肉品和加工產品 暫時禁止銷入台灣 這項決議讓金門業者非常憤怒 農委會 黃剪輯 人對公平的對待金門 在防疫管制的部分不要一勾兩制 比照台灣 食品加工業者喊冤 牛肉乾等產品都經過高溫煮熟 沒有傳染的疑慮 如果連這些產品都不能賣到台灣 那他們要靠什麼生活 沒有了這個工作 我就沒有了生活來源 可疑的疫情在傳染是非常清楚 非常恐怖的 那已經經過一個多月了 他們在共同生存一個空氣 生存在一個空間 共同不是一個空氣 到現在連傳染都沒有 他就PO了一個公告給我 我說 欸 什麼商品不可以帶去台灣 我就很訝異 它是屬於高餅類的 其實它不屬於生鮮類的 所以它被禁我們真的是覺得很冤枉 11號下午防檢局在金門召開會議 局長表示為了保護產業跟控管風險 不得不採取這些措施 這個防疫的決定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 金門牛到底能不能吃 防檢局將在13號找專家一起研議 評估牛肉乾等經過高溫殺菌的低風險產品 能不能優先解禁 記者綜合報導